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迪士尼动漫《海洋奇缘》 一千多年以前,主宰风和海的半神毛依 偷走了可以创造生命的女神特飞提的心 失去心的特飞提开始坍塌 而毛依在逃跑的时候遇上主宰土与火的恶魔特卡 毛依在这场争夺中战败,从此失去了踪迹 而她的武器和特飞提之心一起沉入了大海 直到一千年后,年幼的莫娜在海洋的指引下得到了特飞提之心 但被莫娜不小心吊在了海滩 虽然莫娜一直向往大海 可爸爸为了女儿的安全禁止她靠近海边 就这样莫娜渐渐地忘记了这回事 很快莫娜就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 而海边也开始出现怪事 被海水灌溉的庄稼变成了黑色 海岛附近也完全没了鱼类的踪迹 莫娜建议族人出海捕鱼 可是酋长极力反对 原来酋长年轻时也和莫娜一样 对大海无比向往 半夜带着朋友偷偷驾驶独木船出海 最后俩人遇上了可怕的事物 朋友掉进了海 而酋长没能救回她 因此酋长才禁止莫娜出海 虽然理解父亲的苦心 但莫娜还是想尝试一下 没想到刚出海岸就被一个海浪拍翻了船 还差点被珊瑚礁卡住枪死 莫娜似乎终于妥协了 这时奶奶出来了 奶奶带着莫娜来到一个山洞 里面摆放着几艘巨大的帆船 原来莫娜的族人曾经是航海者 但是因为一千年前的特飞提之心争夺战 恶魔特卡苏醒了 随之苏醒的还有几只吞噬船只的怪物 为了保护族人 酋长才开始禁止出航 但如今特卡的魔掌已经伸向了海岛 只有越过海峭找到半神毛衣 让她交还特飞提之心 才可以挽回局面 说完奶奶将特飞提之心交给了莫娜 原来当年奶奶看到了莫娜 在海边发生了一切 所以悄悄地将特飞提之心藏了起来 现在是时候物归原主了 但是酋长依旧不同意莫娜出海 无奈莫娜只好独自悄悄地离开 虽然她完全不会驾驶船只 但她有海洋妈妈招着呀 在大海的帮助下 莫娜很快找到了毛衣所在的海岛 在毛衣的教导下 莫娜学会了驾驶船只 随后他们去到螃蟹岛 准备从捡破烂的螃蟹那儿 找回毛衣的武器 一去到那儿 发现一只金光闪闪的大螃蟹 毛衣被困了一千年 完全不是螃蟹的对手 关键时刻 莫娜拿了一个假的特飞提之心 吸引了螃蟹的注意 两人成功去除了毛衣的鱼钩武器 但越靠近特飞提 毛衣越是害怕 他并非生来就是半神 他原本也只是一个人类 在出生时 被父母无情扔进了海里 众神发现了他 并将鱼钩赐给了他 这才成就了半神毛衣 毛衣给人类带来了海岛 与火种获得了人们的爱戴 可是人类永远不能满足 为了满足人类 毛衣这才偷走了特飞提之心 莫娜好言炫慰毛衣 并不是众神让他成为神 而是他的所作所为 让自己成为了神 毛衣听完被鼓起了勇气 终于坚定地和莫娜 驶向目的地 很快他们到达了特飞提附近 恶魔特卡拦住了二人的去路 虽然俩人勉强逃脱 但毛衣的鱼钩 在打斗中几乎被毁掉 没有了鱼钩 毛衣将不再是半神 因此他再次拒绝了上岛 变成海鸟飞走了 留下莫娜一个人面对难题 无助的莫娜将特飞提之心 还给了海洋 正准备返回时 去世奶奶的魂魄赶来了 奶奶的劝说下 莫娜决定继续完成使命 很快她再次来到交岛 虽然特卡百般阻挠 但好在她不能下水 莫娜使船从海峡通过 但被特卡困住 关键时刻毛衣回来了 灰气即将破碎的鱼钩 为莫娜拦住了特卡 而她的鱼钩也彻底毁掉了 莫娜趁机去归还特飞提之心 却发现特飞提不见了 这时莫娜才察觉 原来特卡就是特飞提 被偷走了新的特飞提 十分愤怒 于是化身成为了恶魔特卡 莫娜归还了特飞提之心 特飞提很快就恢复了美丽的模样 变成善良的女神 特飞提重新给了毛衣一把鱼钩后 再次变成了一座岛 最后莫娜和毛衣道别回了家 莫娜的家已经恢复生机 而莫娜凭自己的力量 拯救了族人 族人们再次返回海上 成为了航海者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在这个上海上 我们下期见 那你 你